來 放暑假囉 正在煩惱暑假上哪玩嗎 先別煩 看完節目再煩也也不遲啊 本週愛玩這個跳島特輯 不只是跳島那麼簡單 還要跳離島中的離島 看完自由發揮綠島跳蘭嶼 詹姆士澎湖跳鳥魚 查期成功後 今天換我一我來接棒 不會吃 好,來 我一到底要去哪裡 好,就你 好 等一下 講一下吧 中了嗎 在十二生肖裡面幾個 神 OK 不給你 這是對了嗎 神 好,在哪裡 這跳選什麼 飄浮定神化鳥 鳥 竹若 真的有什麼 真倒 你到底要找海洞嗎 我們先看在哪邊 你好了哪裡 十隻哦 太好了,來 台灣有這種島 其實完全不是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這邊啊 你好遠哦 哪裡啊 天啊 這哪兒 小小的樣子 你可以看到廈門耶 台灣在這邊啊 你好棒哦 你離開 你是出國了吧 你出國了 這是哪裡啊 這是馬祖嗎 是馬祖嗎 馬祖 你在保衛國家的第一線啊 馬祖老駿很好 我做到出馬獎了耶 最近馬祖很熱門 文藝公投過關後 大家對馬祖未來 有許多的期待 嘿嘿 不用等那麼久 今天跟著愛玩客圍一握 讓你瞧瞧馬祖有多好玩 這裡有最怪最鮮的海產 這個 他們長得很奇怪 這個東西就叫作狗手 小小小 我敢 我沒看過這麼大隻的耶 他比我的大拇指還要胖耶 植木才對 幫他開 這裡面這麼漂亮哦 帶黃色的 還有最美最浪漫的許願景 我們這個地方 是算冬局風景最漂亮的地方 像拍海平面 潮間帶 還有我們這個聚落 全部都可以盡受眼底 只有這個地方可以 你看這樣子坦著 然後整個雅萬 對 雅萬銀河攜帶 而且每20分鐘 就可以留心經過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說來到冬局願望 最容易實現的就在這裡 甚至可以喝的神奇青春露 這個水洗起來像是靈芝那樣子 真的假的啊 洗完了以後你摸皮膚是滑的 我們這個是不作為公開 給遊客知道的 你來不及了 真的大家都知道 馬祖真的超酷是吧 等不及了嗎 Let's go 我到馬祖了 先讓我好好感受一下 這麼的氛圍 有海的味道耶 而且為了這次來這邊 可以好好的狂歡 我換了一個新造型 看到沒有 兄弟 有感覺嗎 我就知道你最挺我了 而且在出發前呢 我答應了士官長詹姆士 來這邊我要胖五公斤而去 這次就讓我們 用力的吃 用力的玩了 南竿是馬祖烈島的第一大島 屬於連江縣 是縣政府所在地 也是該縣人口最多的省鎮區 將打探我這次的任務 蛇島在哪裡 當然要先在人多的地方問一下囉 但蛇島這名字真的很嚇人耶 難道那裡有成千上萬條的毒蛇 還是有傳說中的蛇怪蛇精 還是不要亂猜了 自己嚇自己 但我想危機四伏絕對是肯定的 我怕命啊 等蛇島前 還是先把自己灌最好了 說到最 馬桶南竿也有個巴巴坑道 不是超有名 聽說就在機場附近耶 這麼夯的景點 不去就真的太失禮囉 到了耶 是巴巴坑道耶 有沒有看到 兩邊放滿了九潭子 然後末端上方就寫了 巴巴坑道四個大字 來到這邊當然是要先拍個照 上船打卡一下 告訴大家我來到巴巴坑道了是不是 不要我自己拍嘛 你們繞過來我們合拍好不好 等一下喔 來了喔 1 2 3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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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臉書 我來到巴巴坑道了 而且今天我的翔島 可是大有來頭的喔 鋼道 歡迎… 歡迎… 歡迎來卡尿… 鋼道 真的有你帶我逛這個巴巴坑道 對不對 是的… 為什麼這個地方才到門口 這麼冷 坑道之所以可以釀酒啊 因為它是一個天然的冰箱 因為那酒必須在低溫潮濕的環境之下 來儲存 神經病 全部都是酒箱 對 我看我們走到底不用喝 就醉了吧 對… 人家看我出來了 這個… 碰到了前段區 這個是屬於我們老酒 這邊 有酒區 對 這裡面真的有酒嗎 這個都是老酒 這個老酒 隨便煤壇 你進到了 大概它的年紀 大概有二、三十年了 到這裡面就是一個寶庫喔 對… 你看這個… 這個坑道的牆壁 這個還在滴水 對啊 這是一個很… 很特殊的一個環境因素 夏天的時候它就開始會滲水 調節 因為夏天外面熱 它就開始調節 裡面有水進來 它就調節 溫度就低了 冬天的話 你進來 外面下雨 裡面一點水都沒有 很乾燥 冬天進來是乾燥的 夏天進來才有水 我沒胡扯喔 現在外面至少二十八九度 但一進到坑道 溫度立刻盪到二十度 而酒場就是看上它 溫度濕度穩定的特性 所以從軍方那接管坑道後 就把高粱酒移到這轎場 坑道變酒叫眾人皆知 不過當然也跟我說 還有個沒人知道的秘密 就是啊 看到這裡有個能量肌膚鼓溜 一天幾歲 一小時也不怕的神奇青春露 我要特別帶你來介紹一口 這裡百年的乾淳老井 這是一口井喔 這水好清澈喔 這個水就是 經過岩石滲透出來的 所謂的麥飯石水 這個水好像 洗起來好像是靈芝那樣 真的假的啦 你用手洗洗看 這個對皮膚非常的好 好 洗完了以後你摸皮膚是滑的 真的嗎 對 這個真的很誇張耶 因為我剛剛把他想說 到底這樣講的也是 也許是就是 自己家裡面的泡沫一下 我剛剛這樣 剛剛洗完啊 一摸 真的嚇到 順下來的耶 不要說我自己講啊 不要說我自己講啊 不要說我自己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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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讓他洗臉啊 洗澡啊 可以喝嗎 會美容 可以 可以 馬上就可以喝了 可以開藥 使用錢 好 好 好 知道我感覺它是非常非常甜的 這個水甜到翻掉 是 好好喝喔 而且很神奇 你有給你老婆用嗎 對不起 我們這個是 這部隊要公開一點 你會知道的 你來不及了 現在大家都知道 所以 所以你們是 唯一第一次 讓你們爸爸知道這一口 這一口井 對 製作單位 之前都沒有特別介紹 勾給別人 我們最高級的高粱酒 就是用這個水做的 我猜 當然應該是吸酒香味 洗到茫了 才不小心把這神奇老井 給抖了出來 而唯一要再次提醒大家 有機會到此一遊 千萬別動手破壞這口百年老井喔 要是單憑視覺 嗅覺 還是無法滿足你對高粱酒的欲望 不要急 走幾步路到酒場 凡是年滿十八歲 通通有免費的高粱酒 可嘗一嘗 目前台灣最貴的高粱酒 也可以說世界級的 我們前年配合台北101 出了一款酒售價101萬 什麼 誰買的 搶購 真的假的啦 對 所以說這個是世界頂級的 不是只有台灣 連世界都可以稱得上頂級 就是我現在準備喝到的那一支嗎 差不多 差不多 對,是 這個較長三、四十年的酒 非常... 那已經非常稀有 101萬的酒 什麼 喜香都爆 是啊 又是果香 這個純天然亮是好 無添加任何的化學物 放個杯 當福州化的干杯 怎麼講 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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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當也不小心喝了幾杯 現在有點忘記了 我們求救一下 福州化的乾杯那邊怎麼講 請問一下 歷經的博物者 我們說 這條選項之後 我們就知道 叫做 乾杯 你出什麼 你出什麼 來吧 乾杯 乾杯 師傅怎麼講 收穫 收穫 讓我解釋一下 其實馬祖的在地方言 雖然是福州化 所以從台灣來的當也 就被我拷倒了 不過當也真的很害怕 他說遊客只要來到酒場 除了有高粱酒免費喝 爸爸坑道也是free免費 甚至團體預約 還有解說元代隊了耶 馬祖名聲響亮的 除了高粱 還有地區限定的甜點喔 嗨老闆娘 你好 這個就是... 就是這邊的特產是不是 對...馬祖特產 這是馬祖書 馬祖書 對... 可以試試看 可以... 試試看看 試試看看 幫你試試... 看看 酥酥的 我們這個環球跟台灣不一樣 好吃 雖然是類似有點沙奇馬 那獨家配方下去 古早風味 它真的還滿像是沙奇馬 可是它脆多了 而且它... 而且它... 它是... 它裡面是扁的 一片一片的 沙奇馬是圓圓一條一條的 對... 我台灣吃過沙奇馬 它是偶爾也沒有味道的 對... 我們這個就是有一個古早的味道 傳統那個古老作法 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各位 這個不得了 真的... 這個不得了 馬祖蘇 馬祖蘇不但有總統的加持 聽說還會跳舞耶 真的假的 愛玩客可不是呆包 眼見為瓶 走 找老闆去 這麼快喔 對... 對... 好可愛喔 本來它是一片一片的麵皮 它丟下去之後 每一個都跳舞一樣 突然膨起來 然後把整個油鍋蓋滿了 好好玩喔 這麼厚一片 我真的沒有吃過那個湯 這麼厚一片耶 是啊 這個它的辣 這是自己調的醬 對 香 超級香耶 直接對飯就直接吃了對不對 對... 它這樣子有對折之後 整個變成了像是幾千我算一下 它大概有四層 對 再加醬五層 再加醬的話五層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聽聽看我這個 咬下去低頭聲 是雞排 雞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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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排也這麼大 對 來 雞排 這麼快哦 對 很漂亮 好可愛哦 本來是一片一片的麵皮 然後丟下去之後 每一個都跳舞一樣 突然膨起來 然後把整個油鍋蓋滿了 好好玩喔 炸要炸多久啊 炸一、兩分鐘就對了 好快哦 對 而且我比較覺得很快 它那個就只是一般的麵皮 剛好小小的這樣子 對 對 了解 你要知道這裡面 除了位置不大以外 它裡面非常的熱喔 對 所以雖然炸這個 只要一下下時間 可是在裡面其實是很辛苦的 好 這樣子 就這樣OK 好的 我們要拿到哪裡去 外面嗎 我倒在那個盤子裡面 好...我們到外面去 我倒在這個盤子裡面 對那個盤子裡面 對那個盤子 有夠香的啦 剛剛弄出來的 快買啦 去... 吃... 更香 而且它更有汁液的感覺 對... 整個口感不一樣 好好吃 別說我貪吃啊 各位 為了增肥五公斤的任務 不非得毛起來吃不可啊 炸好的麻子酥放涼後 要先跟麥芽糖一起拌勻 放進模具裡整瓶 再撒上三四把的白芝麻 最後再整瓶就差不多啦 好香喔 太折磨人了 老闆 不過這個螞蟻人快爆瘦了啦 謝謝 緊張一下看 外型很漂亮耶 它只是因為現在還沒有完全的乾 對 所以它不是硬的 它有一點點軟軟的 換在那邊它就乾掉了 好 好 吃一下看 吃一下有聲音 就對了 前面在吃那個小餅乾的時候 已經夠好吃了 這個味道又濃又香 而且咬進去 滿嘴都是那個味道 好像融在一起一樣 好好吃喔 又不甜 在這邊就要買個一打回去 我可以去店裡面買一些了 可以 我這包可以除了包裝嗎 可以 不是 我要自己搬回家你 除了手工製作傳統麻祖書外 老闆還研發健康養生的紅糟酥 而且對於自家產品 堅持不添加防腐劑 難怪能奪下人氣王的頭銜 我的吃肥任務暫時告一段落 該是時候打聽馬祖的蛇島 究竟在哪裡咧 我現在打聽到了 我們要去這個神祕的蛇島 它不在南竿 它在蒟光 所以我現在坐船到蒟光去 再打聽看看蛇島到底在哪裡 嘿嘿嘿 不知道蒟光在哪吧 幸好我有做功課 馬祖有四個鄉 五個島 它最南邊的東蒟和西蒟和蹄 就是蒟光 你以為它們和蹄就很大嗎 No…超小 小到連日月潭的湖水面積 都比它們來得大 誇張吧 想去蒟光 只能搭東西蒟都有停 一天三班的交通船 自從國軍縮減便利後 蒟光的人口銳減 人小到連菜市場都倒閉了 不會吧 在交通船晃了五十分鐘後 獲得戰力整個潰散 這下該上哪提升戰力啊 什麼 東區有個在地小吃 竟被阿兵哥封為元氣大補丸 有一個在地人跟我推薦 這邊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蔥油餅 它叫做 為什麼叫九萬 該不會是老闆娘 有一天在摸八圈的時候 突然自摸 大高板 所以就決定叫九萬蔥油餅 對 這好像有創意的 可是這個地方看起來 不像餐廳耶 它像是一般的民房 而且老闆娘呢 老闆娘 老闆娘 聽到聲音從這邊傳出來 老闆娘 你好 你好 你今天在摸 這個就在做九萬蔥油餅嗎 對 那我可以幫忙做嗎 可以啊 來,吃吃看 但是我要先聲明啊 我吃過麵點的白吃 你要教我嗎 對,我們差不多就這樣開始 用切切分切一下 這是擀麵棍啊 這比較好用啊 好用 擀麵棍擀 對,抓比較抓不來 這個抓這裡 稍微這邊可以做吧 方便 形狀也方便 而且在這個地方 大家平常都喜歡這個高粱 所以瓶子到處都有 這是老酒 這是老酒 是不是剛剛有名 是的 在馬祖每戶人家都會自己釀老酒 老酒呢 就是糯米、紅麴、水 所釀出來的酒 但我依然Catch不到 蔥油餅跟九萬的關聯在哪耶 老闆娘要我把 擀麵用的酒瓶看仔細 那不就是總統馬英九 跟副總統蕭萬常 我懂了 馬英九的酒 蕭萬常的萬 九萬 這也太有梗了吧 這麼厚一片嗎 我沒有... 真的沒有吃過那個蔥油餅 這麼厚一片耶 是啊 真的 口感多 這樣比較多層 好了 差不多了 好了嗎 可以了啊 好漂亮哦 我們這個不會吸油 我們是絕對不會吸油 它的油脂肪下來了 它不會吸油 因為我們油脂肪 也不要做得... 做得過程 過程中 讓它不會就是把油都吸在裡面 對 這樣子 這樣子 你又可以吃到那個油香味 然後又不會胖耶 人家吃不會胖 人家不會吸油 這樣子就好完成了嗎 好 完成了 我們還要加蛋好吃 對... 好 OK 這顆 好,我們加兩顆吧 換兩顆哦 好重 這麼多蛋哦 當然這吃起來口感好吃 而且要吃得過一點 太闊氣了 一口氣加兩顆蛋 老闆娘 這該不會是為了節目效果吧 老闆娘連忙搖頭解釋 因為客人絕大部分是阿兵哥 他怕分量太少 阿兵哥會吃不飽 所以不論是蔥油餅 還是其他餐點 一律加大不加價 老闆娘 這真的很甘心耶 難怪真的大家會把它模仿 好 我們這樣就可以直接拿 好 我們有加一些這些 阿兵哥滿喜歡 因為有時候天氣熱的話 他們吃起來 這個比較有一點口感 比較好香 這加點辣 這是自己調的醬 對 香 超級香耶 這個一般都不切 一般都不切 你說切得不好吃嗎 直接對半就直接吃了對不對 對,就這樣加一半 那我就在這邊現吃 這個也會不會太澎湃啊 它這樣子對折之後 整個變成了像是 幾層我算一下 它大概有四層 再加醬五層 再加醬的話五層 然後我光是摸 外面都非常脆了 這樣才五十塊 對啊,火力都香 是怎麼吃 會好嗎 會不會掃出來 掃出來一點就可以了 快樂就好了 那我先吃吃看 所以我可以吃到 我也吃了也會很快樂對不對 吃了更快樂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聽聽看 我們這個咬下去第一口的聲音 好酷喔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不是可以接受 我愛死了 對啊 你看這個皮 它吃起來像是波卡那種 那麼有嚼勁,那麼脆耶 皮不像是我們剛剛吃的那個 烹飽餅 它比較像在吃餅乾一樣 對啊,曾經客人來這邊吃就說 吃了我們廚油冰菜 我才知道要來大豬米 沒有來吃很酸奶豬 真的 而且裡面的蛋啊 還有我覺得最重要是那個醬料 那個醬料是 這個也是很重要 那醬料是秘密吧 當然 一點點 還好啦,還好啦 不要說嘛,一點點 醬油啦,雙頭啦,糖就這些 你少來了 說實在話,離島人少 賣吃的本來就沒賺頭 但是老闆娘很規模喔 堅持不外賣,不做宅配 一來是怕客人自禁煎不會控制火候 二來是蔥油餅涼掉了就不好吃 所以寧願少賺 也不願品質下降 好不容易刻完蔥油餅 接下來的恐怖畫面 差點沒把我嚇到老了 嗨 好,來喔,吃完蔥油餅了啦 這是雞排 這對你來說嗎 雞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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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得到我嗎 嗨 嗨 我們這個地方 是算東區風景最漂亮的地方 像拍海平面,草菅帶 還有我們這個聚落 還有我們這邊這個軍事地形 還有我們這個古蹟的話 全部都可以盡收眼底是這樣 這個燈塔是算 全台灣34座燈塔裡面 可以跟它最親近的一座燈塔 只有這個地方可以 你看這樣子坦著 然後整個雅王 對,雅王銀河攜帶 而且每20分鐘 就有一顆流星經過 真的假的 真的,所以說 來到東區願望最容易實現的 就在這裡 這很棒耶 雞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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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雞排 雞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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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排太大了 雞排 雞排也這麼大 對,來 這些東西都是這樣子 都是這麼豐盛的嗎 對,我們就在這裡 雞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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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了 不錯 不錯 你怎麼看 它上面的皮 是酥脆到 就像是卡拉筋那種 咬下去很有… 很有脆度的那種皮的感覺 而且就是金黃色的 對,因為這些炸的都 過程都不夠 好香 好香 我可以先偷咬一口嗎 等一下,看妳要跟妳吃 這雞很嫩 然後這個麵粉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是那種 裹了很多 但其實裹不裹對不對 太多... 太多不好吃 所以它的味道是 跟我剛剛想像的一樣 我以為是非常脆 但是它是酥酥的 口感是酥酥的 然後裡面肉非常的嫩 他們阿比哥都喜歡這些 那種醬料 你說跟蔥油餅一樣的醬 對 那很讚耶 因為那個醬 就是老闆娘一直不願意 但是它其實吃起來 是有點點微甜味 甜甜的 這個就炫... 真的可以了,OK 好好吃哦 可以接受我一口嗎 不是,我超愛 我們應該會今天來這裡的吧 我覺得這個雞排 它跟我們平常... 我覺得跟台灣人吃起來 味道完全完全不一樣耶 如果你真的把這個店 搬到台灣去賣的話 你會舌燥哦 你要完全忙得過來 驚喜吧 東舉人雖然不多 但小吃的美味度 只比一級戰區士林夜市哦 飽餐完畢 該認真打聽一下 我的目標蛇島啦 好心的老闆娘 推薦我去找一位超級低頭蛇 船老大 據說它可是 菊光島的人肉GPS 找它準沒錯 跟船老大拜完碼頭後 他說這裡也有座 百年歷史的白色巨塔 沒去抱一抱它 東舉就等於白來啦 真的很可愛 你看這個燈塔 所以這樣子平常 大家來這邊都是在這個地方拍拍照 對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是算東舉風景最漂亮的地方 像拍海平面 潮間帶 還有我們這個聚落 還有我們這邊這個軍事地形 還有我們這個古蹟的話 全部都可以盡手眼底是這樣 其實燈塔這個地方 它早上可以拍到我們後面的旭日東升 夜晚的時候 像夏天的夜晚 大概差不多六點四十幾分的時候 可以拍到夕陽西下 而且我們這裡 你現在感覺 就夏天的時候 我們一般白天不是很熱嗎對不對 夜晚的時候這裡風非常大 風非常大 好 然後非常的涼快 這個燈塔是算 全台灣34座燈塔裡面 可以跟它最親近的一座燈塔 所以躺在這裡 可以整個仰望迎合攜帶 這家人就說 真的 這樣站起來嗎 對 在夏天的夜晚 對 像我們這樣坐著 因為我們一般人都是怎麼樣 坐著看星星對不對 好 波動扭動 對 只有這個地方可以 你看 這樣子躺著 然後整個仰望 對 仰望迎合攜帶 而且後方我們這個地方 在冬局這個地方 這裡是跟天空最近的距離 然後可以整個仰望 整個迎合攜帶 從後方這樣過去 而且每二十分鐘 就有一顆流星經過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說來到冬局願望 最容易實現的就在這裡 這很棒耶 已經140歲的冬局燈塔 雖然不是最老的 但卻是全台第一座 用花岡岩剪照的燈塔 白色塔身配上藍天綠地 漂亮啦 不拍照留念就太可惜了 來個邊拍照邊錄影吧 不要多吃夜 換個動作 不錯…很好 老大換你了 來到5 4 3 2 果然是老大 動作跟大家都是不一樣 老大玩夠了吧 說好的蛇島咧 傳老大叫我別急 想登蛇島得先去找國寶阿嬤 借草鞋才行 這什麼草鞋這麼厲害啊 你幫我試穿看看 就打個結就好了 撕一撕 阿嬤 捏刀肉了 其實他穿起來 他往下踩的時候 因為有那個布漢稻草緩衝 真的還滿軟的 最重要的是 它很輕又很涼快 好 好喜歡這個鞋子 這個好棒喔 在過去 草鞋可不是FASHION指標 而是婆婆媽媽們 到海邊撿海鮮加菜 賺私房錢的秘密武器 因為礁石表面 長滿青苔容易滑倒 所以穿上草鞋增加摩擦力 自然就不會跌倒了 傳老大說 大海就是馬祖人的提款機 出海兩個小時 賺個三四千塊 不成問題啦 這麼好賺啊 現在大哥 他帶著我坐上這艘小船 大哥 你怎麼現在就在喝了 我知道了 喝點手中膽 我們可以找到更多新鮮的海鮮 所以現在要出去啊 你看坐這種小船 就代表說我們會去一些 比較私房景點 就可以找到一些 我們沒見過 是非常酷的海鮮喔 我來了 我來了 會不會很敵打今天 不會 不會 不會喔 天啊 我等不及想看到 那座海上寶山了 小船開了十多分鐘後 帶一塊光突突的椒岩靠岸 不會吧 這裡是海上提款機 這位大哥這邊也太誇張得多了吧 對啊 像這個 小船啊 這裡都是我可以把它弄得很遠 好… 這個啊 長得像小火山的這個啊 就是藤湖 然後隔壁這些 這個東西 放下來 大哥弄了一把下來 等一下… 這個有沒有長得很奇怪 這個東西就叫做佛索 他直接生吃很鮮甜對不對 對 在馬祖這邊除了生吃 你們會用其他方式料理嗎 有啊 一般來講都用水煮 所以很棒 非常好 而且又是養生料理 可是說真的啦 這個藤湖 雖然我在智利有看過 可是智利長得比較怪 這邊雖然長得比較可愛一點 但是這麼一大堆 貼在這個牆壁上 真的還滿嚇人的耶 這很像一堆異形的 帶在那邊 然後等一下會爆出一隻異形 一樣 這藤湖在這裡 怎麼吃啊 藤湖的話 我們像... 你看像我們藤湖的話 在打完以後對不對 它肥美度就是這樣黃 再把肉弄出來 只要黃色代表它是很肥美的 對 我來試試看好不好 有 真的還滿好弄的耶 這樣快 所以它真的長得很怪 你看 它上面這樣子硬邦邦的 可是裡面那隻生物 我之前吃的時候味道呢 就是有一點點像是... 怎麼講 口感有點像鼻涕 稀稀的 糊糊的 它就是海的鮮味 那這邊的味道一樣嗎 不會 這個跟蟹肉一樣好吃 怎麼還講的 真的 你晚上吃了就知道了 我真的無法把藤湖跟蟹肉 連結在一起 因為智利的鼻涕藤湖 讓我印象太深刻了 話說回來 船老大果然是大海達人耶 攀上椒岩不到半個小時 馬上找到一斤要價 兩百元的佛手跟騰湖 加上它有如蜘蛛人的身手 我想今天肯定會大豐收 大哥 你怎麼會找到這個洞啊 因為佛手的話 都長在像這種凹窩的地方 你看一下 幫你注意一下 好大哦 對 你看它這個刺一直在動耶 它很活潑哦 對 為什麼這樣拿出來 它不會一直動 它會... 它也會緊張 我會怕 對 所以它這麼緊張 你們還要吃它嗎 當然 有... 這兩顆好漂亮哦 我們等一下就到岸上去 好好的享用它 這麼好漂亮哦 有帶... 有嗎 有 有... 沒有啦 刀刀刀刀 大哥 你怎麼會找到這個洞啊 因為佛手的話 都長在像這種凹窩的地方 你看一下 看有沒有看到 好猛哦 我沒看過這麼大隻的耶 他比我的大拇指還要胖耶 可是大哥 為什麼這邊的佛手會這麼肥啊 因為它這個地方第一次熬窩 第二次狗爛的地方 所以說像它的佛手 長得這麼飽滿 哇 超胖的耶 對啊 那裡面的肉已經很肥 對啊 你沒有看到後面對不對 那麼小 或是前面的肉這麼大 對啊 那才是最好吃的佛手 那這樣子 大哥我這樣看你這邊爬來爬 就跟蜘蛛人一樣 你平常小時候 沒事就來這邊玩嗎 沒有 我們這個是長大的才能來這邊 因為我們最主要就是 它一年四季 它肥美度不同 所以我們整成它最肥美的時候 我們才能採雞飯 海鮮嘛 當天採得多好吃 對不對 所以自己喜歡吃的時候 就能採 這塊椒鹽就像一家 沒招牌的海鮮市場 不同的攤位 各有專門的海鮮 像這裡有小鮑魚之稱的海鋼灰 水位低的地方則有融螺 是不是超酷的啊 這是下一秒鐘 我就笑不出來了 貓貓蟲 貓貓蟲 對 是名字叫貓貓蟲還是真的貓貓蟲 它學名叫海鮮 可是它把它弄起來以後 跟長的貓貓蟲一樣 可是它本粹很好吃 真的啦 貓貓蟲很好吃 對... 台語的貓貓蟲 對 台語的貓貓蟲 在哪裡 這個... 哪邊 這個... 鳳裡面這個啊 對... 這個就是 好... 我知道怎麼他叫貓貓蟲了啦 它長得細細長長的 然後上面都是毛 就是海鴿那種細毛 我還真不知道海鴿可以吃耶 海鴿... 那我們再把它撐過 撐過以後 再加一點 像個像個嗎 不要講 我真的覺得它還滿像的 對... 這個要怎麼料理啊 這個... 奶來煮湯跟奶來炸 非常非常的脆 脆脆 對 非常脆 可是一些海鴿不是 都有毒性嗎 沒有... 這種... 對 這種... 沒聽過海鴿可以吃吧 想吃它 口袋要夠深才行 因為在餐廳點一盤毛毛蟲 價格從300到500不等 這塊不起眼的礁石 根本就是一台印鈔機啊 我還是趕快幫忙 多撿一些佛手藤壺 帶回去給姨媽料理 熊切的海鮮不用過多的調味 簡單汆燙 就能吃到鮮甜的海味 忙了一下午 終於可以開動啦 我們各挑一隻肥的好不好 這怎麼吃啊 我們吃這個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我們這樣拿起來以後 這個我們這邊 以前的話叫海瓜籽 為什麼叫海瓜籽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吃的方法 跟啃瓜籽一樣 它第一又擺直的 然後啃一下 然後吸它的水分 對 就這樣子 看一下 吸它的水分 真的假的 好... 我吃吃看 好好喝哦 這現在喝那種非常新鮮的 蛤蟆湯的味道 對,鮮味 然後我們再把它的肉 肉再弄出來 有沒有這麼肥啊,這裡面 它一隻一隻的比較肥 一隻一隻的 不要連在一起 對,不要連在一起 而且很漂亮哦,這個顏色 白裡透紅 對,最佳就是它 而且非常的Q 好吃耶 後面有點點像是蛤蟆 可是它前面多了一點點 在它爪子那邊 有一些黑黑的那個 就像有點像是海藻那種口感 第二個我們來吃植母疼 植母疼 對,植母疼的話 這一個是母親一個是小孩 這樣煮法呢 就是保持它的原來的味道 所以說我們這個呢 只有用水燙過 對 煮過煮熟以後呢 我們就這樣把它扒開 好,整個肉 整個肉 這裡面這麼漂亮哦 帶黃色的 好 我記得在膠原上 珍妮大哥,你說 吃起來像蟹肉 對,它這個肉可比蟹肉 好,我先吃 我一定不相信,真的耶 它像的是蟹餃那個部分 但是它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味道很像 但不一樣是它比較入口即化 對 那我們平常吃蟹餃 是也比較Q一點點 對 好吃耶,而且很有水分 位在福建炳江口外的馬祖 因為炳江夾帶大量有機物質 加上冷暖洋流經過 使得馬祖的海洋資源 不只豐富,還很多樣 多當每個季節 都有各自專屬的海鮮 像是夏季盛產的毛毛蟲 海葵,好 它真的長得很像耶 把它煮成湯 那它這個特性就是怎麼樣 就是非常非常的脆 真的 脆啊 對 好,吃它再說 快脆… 真的,好 對 這好妙的口感喔 對 它真的脆,你每一口咬下去 它都是像什麼 像你咬到那個 鮭魚卵一樣 然後一粒的爆開,是真的喔 外皮是Q的 可是裡面是脆的 而且吃起來覺得它還像是活的一樣 好像那個跳跳棚在裡面 一直跳的感覺 真的好好吃喔 對,你可以再吃一點 我這一趟吃了那麼多 增肥五公斤應該是有了 也算對士官長詹姆斯有交代啦 補足滿滿的海鮮元氣 相信我的蛇島擦旗任務 鐵電透明的啦 來到馬祖 吃了這麼多,玩了這麼多 我還沒有到蛇島去 我覺得如果再吃下去 我應該會被揍了 像我打聽到確切的消息 蛇島是在西局 我們來上船吧 來,來,來,來 想到十分鐘後到了西局 就能找到蛇島擦旗 然後收工 整個精神都來了 結果有船老大這個地頭蛇 幫我喬舉光鄉鄉長來帶路 不然環到一圈 只需二十分鐘的西局 該上哪找人幫了我 一聽到我是第一次到西局 鄉長馬上摳朋友出來 說什麼要帶我到昆丘沙灘去尋寶 不對啊,鄉長 沙灘明明是情侶耍浪漫 小孩玩水的地方 到底是有什麼保好尋的啊 什麼都在顏色裡 你現在吃到軟軟的對不對 對 他在西里對不對 對 然後另外一隻手 慢慢摸到洞裡面去 牠這麼大力 你這樣心裡不會被咬 不會 因為我們這邊已經把它壓住了 所以牠不會咬我們 我壓住了,好 你好,再跟我講一聲 好了嗎 好了,來 來 來 牠是牠喔 對 是TACO耶 這麼小一隻 沙灘,來 我感覺一下 所以剛剛吐到軟軟還是牠 然後牠那個拔力是牠把它吸出來 對,牠不讓你拔出來,沒錯 這隻上海很漂亮 雖然牠很小一隻 可是你看顏色啊 還有牠力量 牠真是非常非常新鮮 對 可是牠有點小隻耶 對,我們現在 因為這個沙灘現在 現在是剛開始幼兒期 大概我們入秋九月份 才是萬季 就是比較多 這個季比較大隻 成熟的 對 那那個時候抓到的話 會料理嗎 對 我們一般都拿去那個 直接水煮過之後 直接沾那個芥末 那個好好吃喔 對 再重複一次 馬祖TACO既是農曆的 九月跟十月 至於想享受抓TACO樂趣的朋友 請穿白色雨鞋 為何要挑白色呢 因為章魚哥是個大警示 當牠看到白色物體 就會認為那是獵物 讓牠就會傻乎乎地撲向你 這樣有了解嗎 唉,吃不到TACO 不然再到別處搜索看看囉 汙泥海膽 那這隻,這能吃嗎 你的手比較細平嫩肉 你們這時候 誰敢跟我給我一次 我先揍牠 跟你講 不用 不用,你讓那個手很笨 不用點 你看牠這個刺一直在動耶 對 牠很活潑喔 對 這個應該叫紫海膽吧 對,應該叫紫海 紫海膽 對 所以牠成熟沒 牠成熟了 能吃嗎 我們撥開看看有沒有膽 好,有 來了 又來了,現在還沒有 這麼好就要到你了 有膽... 有嗎 有 你看,彎彎的 有耶 有,有 有沒有 不少 有沒有 真的有一個刀 有一個刀 你拿著這個 我拿著這個 好 你看看 有沒有看到上面那邊 有黃黃的蛋 對,這黃黃的 那個最好吃的 對啊 有吃 那個黃黃的 吃黃黃的喔 是牠的內臟 不錯 好新鮮喔 它的味道很不錯 完全沒有任何一點腥味 對 全部都是甜的 跟大海味 這個讚 這個讚 汙泥耶 在日本料理店 隨便點都要破百的汙泥 今天在這裡看得到的 通通不用錢 難怪鄉長會說 昆球沙灘是個尋寶樂園 既然如此 不多吃一點汙泥 那怎麼行 好大喔 對 這顆一定滿滿的 又在動 對… 為什麼這樣拿出來 他們會一直動 它會… 它也會緊張 我會怕 對 所以它這麼緊張 你們還要吃它嗎 當然 對… 這兩顆好漂亮喔 好 我們等一下就到岸上去 好好的享用它 等一下 這個多 你小心手… 小心… 小心… 大哥你常常就是家裡 肚子餓的時候 來海邊找到那邊吃嗎 沒錯 真的假的 紅的 所以你身體非常好 這是我們的低香感 有很多黃的耶 對啦 我認真在把握 你在那邊看什麼啦 你在那邊看沒有這一種耶 來… 給你吧 謝謝 來 你看 這隻不甘喔 然後用尖尖那個去刺它 好 比較乾淨 把一個尖尖的拔下來 就對了 對… 有… 我小塊 你小心 來… 走快… 走快… 你看看這一塊 不要掉了 不要… 你手不要入鏡 等一下 跟我吃 好 好 好啦 更回甘耶 我剛剛那個大塊吞上去之後 現在整個好甜喔 要噴到笑音 有… 大哥 好啦… 你們認真點好不好 為了汙泥 都忘記我們到西局的 最終任務了嗎 要找蛇倒 蛇倒 我還記得提示上說 神話鳥出沒 燈島密道要找海龍王 這句話到底什麼意思啦 不管了 去問問鄉長 看他知不知道 鄉長 那個蛇倒 它到底在哪裡 蛇倒離這邊很近 你一杯猜猜看在哪裡 你掃瞄看看 找到沒有 不是吧 不是啊 蛇倒指的是這一個島 不是吧 在四個島連成一塊 長條形的 會不會太近啊 我們在這邊玩了這麼久 你現在才告訴我 蛇倒其實就在那邊 我的目標就在那裡而已 我再告訴你 蛇倒是我們馬祖神話之鳥 黑嘴端 黑嘴端 鳳頭燕鷗 鳳頭燕鷗 是在這個島上發現 神話之鳥 為什麼它叫神話之鳥 因為全世界大概 會不會超過二十隻 這麼少 而且若干年沒有發現過 然後是在蛇倒發現的 在蛇倒發現的 我們有機會看到嗎 來,我給你介紹一下 出現了耶 我可以看到嗎 它的嘴巴是黑色的 OK 後面是鳳頭 它髮型好帥趣哦 是 這髮型好像是那個 騎摩托沒有擔心全貌 然後碰跟著叫 全都要往後的那種感覺 你如果運氣好 等一下看得到 真的嗎 運氣不好看不到 我可以過去嗎 我特準你十分鐘馬來回來 十分鐘而已是不是 因為現在我們在保護期間 我只能登島 OK 所以 香港你答應了 我特準十分鐘 謝謝 所以你是帶我去 還是大哥會帶我去 我大哥帶你去 大哥你會帶我去 對 好,那你要幫我眼睛 瞪大一點看一下 好 好 好 搞半天 原來蛇倒早就到了 我還在它面前 晃過來晃過去咧 蛇倒之所以取名蛇倒 是因為它是由四座島礁蜿蜿排列 挽留一條大蛇 至於提示說的密道 其實指的正是 農曆初一十五個大退潮 遇上大退潮 昆秋沙灘連接蛇倒的這條 康莊大道才會浮現 趕緊把握十分鐘的時間 換上草鞋 備陀戰旗 朝蛇倒方向前進吧 衝啊 我們真的穿越這個海平面 走到蛇倒上來了 蛇倒現在就在我的背後 就是這裡 大哥,我們連到蛇倒了對不對 對,沒錯 對 我小心 平常長潮泡 不可能像這種方式過來的 對... 我覺得這種方式登島更特別 好了 開始來執行最重要最重要的儀式 好,大哥,幫我抓住這邊 好,我們把它攤開 好 好,大哥,我數到3號 我們就用力把它吐下去好不好 沒有問題 來,1、2、3 Yeah Yeah 愛玩客,夏日風要倒中了 週三愛玩客,成功 吳鳳,一橋,是你們囉 一年的小了,要去哪裡玩呢 我吳鳳,告訴你 我看見每個人 我知道我吐你 我吐你 是 地中海的白色 然後地中海的藍色 藍色 很漂亮 天空 我怎麼可能在一個小島 我會遇到一個歐洲的方式呢 世界上有沒有...